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赶紧点击下方资讯栏连接下载CADTIME 和你的猫咪一起体验这款疗愈有趣的游戏吧 查督的陪念师傅 刚腾拜恩 就是个拥有橘色爆炸头 穿着喇叭哭的剑索大叔 嘴唇比查督太虎海耀厚 看起来和普通人类没什么区别 就是额头上多了快护而破灭 他崇尚神明 追求公平的对决 而且这人心地不错 明明输给了查督 但一点都不记恨 看到诺伊特拉出现 就提醒查督赶紧逃跑 劝他不要和诺伊特拉对决 那焦急的表情 一看就知道是真的在关心查督的安危 别看前十任成员刚腾拜恩的编号13个位数 就觉得他是烂语冲数 人家也是有实力的 所谓三位数是代表着 被拨动了十任资格的破灭 不是说实力真的弱到百名开外 比起11到99 还是强很多的 反应快力量强 应该是近身搏动的高手 双手手腕各有一个红色尖角的拳套 其实就是他的战复刀 在攻击的同时能释放电流 对敌人造成双重伤害 从开局查督就一直在吃鳖 被拜恩连打100拳 毫无还手之力 我都担心他被达成三一字 在查督觉醒了真正的力量后 面对他不断提升的速度 拜恩也开启了规刃形态 背后出现了巨大的背壳状甲咒 还有一条背壳状尾巴 双腕上的牛角拳套 变成了龙头状 解放了他的真正力量龙拳 双手合在一起后 就能使用独有技能龙效拳 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比较有气势 就好像一只还没进烤下的牛角包啊 从双拳发射出的金色能量光束 可以破坏阻挡在前面的一切事物 威力和范围都远超虚散 或者将双手凝聚出的龙头型能量球投掷出去 老实说看见这招 我是觉得还没那个能量光束厉害 突然就明白了 怕被淘汰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最强大招也不过如此啦 商达威奇也是原始人成员 是个女孩子来的 也是所有成员中身材最娇小的 波浪短发 甚至妖娆 头发和眼睛都是紫色 她头上那个圆形带尖刺的法式 就是她的面具 她的斩葡萄车轮铁验 斩得就像上着绳子的黄金铜锣烧 能够按她的想法随意弯曲游走 应对不同范围的攻击 一步步把石田逼入了卷径 归人后的商达威奇 有点像只大飞蛾 头上多了触脚不说 还长出了一头长长的白发 双手比她的人还要长 下巴身变成了蛇尾 身后多了双由刀刃组成的翅膀 这些巨大的刀刃防御性很好 因为处在高速震动状态 据石田所说 她则刀翼的零子震动 大概是每秒110万到130万 所以石田的零件 根本无法穿透她的防护 这些刀刃也可以飞射出去攻击目标 他们在脱离翅膀后 也能继续高速震动 给攻击增加了杀伤力 那么粗的柱子跟切豆腐一样 而且还能在桑达威奇的操纵下进行回收 她的舌尾也只不过是摆设而已 在她卸掉授臂和翅膀后 将尼牙全部集中到尾巴末端 凝聚成能任意变形的零子武器 本来是挺厉害的必杀技 结果遇到了石田这个克星 她的化妇灵魂之物 会阻碍对手零子的结合 导致桑达威奇的零子武器 变得重看不重用 八字湖多鲁多尼 外形非常接近人类 原本是编号山的十任成员 后面是额头上的富额 一本正绩的多鲁多尼还是挺帅的 那低沉的赏音 冷酷的眼神 很有魅力的样子 可惜帅不过三秒 原本想要营造一个华丽出场 没想到一脚踩错成千股恨 暴露了搞笑的本质 大叔其实人不坏 在战斗中可能有些不择手段 刻意但输了 他也会干脆承认失败 甚至因为感谢医护的全力攻击 而去帮医护 教会他在战斗中天真是最大破绽 为了逼医护在战讨部队到达前离开 多鲁多尼被淋入治疗后 假装要攻击医护 还拼尽最后的力气帮医护拖延时间 多鲁多尼是擅长精神战斗的 动作灵活敏捷 像章鱼一样滑不溜手 根本伤不到他 除非自己滑倒 他的那些怪异舞姿 总让我不知觉联想到冯将 体系很有力量 威力不亚于一颗炮弹 他一脚就能踢上医护的月牙天冲 多鲁多尼也会使用徐闪 只要双手比出脚的手势 然后对在一起就能释放徐闪 面对小乔自己 并不打算使用万姐的医护 多鲁多尼很生气 他进入规刃形态 小妖兵医护用尽全力 多鲁多尼的暴风男爵是风属性 解放后会从腿部释放出两股飓风 这两股飓风能分化成许多条大蛇 在他的操纵下 对对手进行猛烈的攻击 没有万姐的医护 连为解放的多鲁多尼都打不过 更不要说解放后 彻底变成了人肉沙包 最后还是卑鄙用出了万姐啊 到底在倔强什么呢? 所有时任成员中 说到实力唯一有点水分的 大概就是露比拉 这是一个没有什么存在感的角色 毕竟是解肉得来的 事情要说到当初 格利姆乔善致行动 结果导致重鼠关全灭 为了以警校友 他的事任资格就被剥夺了 做他替补的就是露比拉 一开始听到这个名字 看到他的长相 还以为是个女孩子来的 没想到竟然是男孩子 个性残虐 不把周围的人放在眼里 合一脚没过几招 就叫嚣让东西郎他们四个异性上 虽然他对自己的实力是很有自信的 露比进入归人形态后 背后会出现一个转盘 上面伸出八只受露比操纵的触手 不说别的 只是单纯的打击 就已经很具威力了 连开了万截的东西郎都挡不出八根一起攻击 攻击速度快 变幻灵活 可以任意伸手变形 能用他缠绕住敌人 也可以从末端伸出无数坚持贯穿敌人 而且这些触手还能旋转 旋转起来后的样子好像大风车哦 试图接近露比拉 通通都会被触手扫飞 或者被触手抓住 一个人就解决了三个死神 被东西郎逆风翻盘后 他还放下狠话 一定会找回这个场子 可惜露比回去后 刚好葛丽姆桥也恢复了实力 坦遭秒杀 说好的下次也没有啦 最后成了列队长手下的僵尸 我宣布林丽安露是所有使人中 我最喜欢的 没有之一 蓝色蓬松长发 脑袋上顶着面具 羚羊头骨的形状 头锤的时候很有杀杀力 背后有数字3的印记 代表了她的地位 小时候软萌可爱 长大了就是具有野性美的女神 丽露刚出现的时候 就知道这个小女孩不简单 但怎么也没有想到她会是使人 而且还成是No.3啊 要不是被伊洛特拉和沙尔阿波罗联手 看帅打碎了面具 也不会变成了小孩的样子 她是没有经过崩域 自行转身而成的破灭 进化也是不需要吞噬同类 所以是难得不喜欢战争的使人 性格天真善良 因为医护保护了幼儿状态的尼露 所以她会在医护遇到危机时 出手帮医护 幼儿状态的尼露 虽然失去了记忆 很多能力都无法使用 但还是残留了一些特殊能力 比如她的口水 具有治疗伤势的效果 还有她的短距离架速飞扑 那一个头锤 都能把医护撞出去好几十米 还可以吞下解放状态 多怒多离释放的虚传 然后再把她吐回去 恢复正常状态后 尼露的实力也跟着恢复了 她的速度极快 能在重目睽睽之下 瞬间把医护送出战场 也能一进击中伊诺特拉 让她反应不及 怎么说呢 原本虐异护的伊诺特拉 眨眼变弟弟了 她的虚传尼露单手就能挡住 把她一口吞进肚子里 然后混合自己的虚传后 再发射出去 这就是尼露的绝技 虚传二重咒 归人后的尼露 会变成手持双头长枪的半人羊形态 面具的双脚变长 双臂双肘双手 都被白色的护角覆盖 可以投资出的高速旋转双头长枪 是尼露最强的招式 应该是刚恢复实力不稳 尼露的一击虽然击碎了诺伊特拉的武器 但没能穿透她的身体 还没等补刀就变回小孩子了 雅蜜是身形巨大的汉子 性情暴虐 施杀易怒 看她皮超弱后的 就知道抗击打能力肯定好 下巴上的下颗骨就是她的面具 眼周围有橘红色的面纹 和眉毛颜色差不多 后脑梢数着50遍 头顶两侧更有两道突起的纹路 就这个脸型身形来说 你们觉不觉得她和灭霸是有几分相似的 雅蜜的虚伞是从嘴里发射出来的 拥有惊人的破坏力 不过她最喜欢的还是用虚弹攻击 灵阳灵聚在拳头上后 朝对手发射出去 威力虽然不如虚伞 但速度是虚伞的20倍 而且发射频率高数两度 很适合热场的战斗 对弱泽的面世 是出于对自身实力的自信 不要看雅蜜身上硬着石 就真的把她当时任末位 有些人表面是No.10 实际上是隐才的No.0 在没有怒气的时候 石力是石刃中最弱的 怒气值拉满后 石力就变成了最强大 这不是说笑 这是雅蜜的特殊能力 她可以在平时通过狂吃狂睡 促存灵压 然后在需要的时候 藉由愤怒爆发出来 提升灵压和攻击力 身形也会因此变得更加巨大 归刃后雅蜜肩膀上的数字 会由10变为0 是唯一一个归刃后 训练后会产生变化的石刃 体型会变得异常庞大 和他比起来 露奇亚他们就像蚂蚁一样渺小 虽然庞大的身躯 降低了亚蜜的灵活性 但成绩和增长的破坏力 足以弥补这个缺陷 正所谓一力小使会 面词茶度露奇亚 练手攻击也好 轮发上阵也好 都不能撼动亚蜜分喉 既然说愤怒是亚蜜的力量来源 那么即使在归刃后 只要他积累到足够的愤怒时 身躯还能继续变大 当愤怒达到0点时 就会变成一个头顶四肢尖角 背后长出双脚的恶魔 实力也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让他有能力可以和两位四身对战进行斡旋 亚罗尼洛是十刃中 唯一一个从基尼安进化而成的破灭 也是唯一一个能无限进化的破灭 从轮廓看确实像个人类 只不过吧 原本应该是脑袋在的地方 被一个玻璃瓶代替了 里面泡射了两个小人 代表着两个人格 我估计这才是亚洛尼洛的本体 那些红色液体是他们生存的根本 右手是跟很恶心的触手 亚洛尼洛就是通过他 分析其他虚大 他很惧怕阳光 在阳光下无法施展能力 一晒太阳就会以圆形毕露 他在把露西亚引诱到室内后 就脱下了面具 而面具下的人 竟然是自拨海燕 露西亚当场就傻眼了 不管是动作举止 还是收画语气 完全和记忆中的海燕大人一模一样 包括以前发生过的事 还故意让露西亚陷入过往的回忆中 试图迷惑露西亚当叛徒 还好露西亚即使清醒 利用阳光触破了亚洛尼洛的伪装 亚洛尼洛利用那不止海燕的外形 在和露西亚的战斗中 他手中的刀 居然变成了害王的三叉戟 像舞蹈一样的枪术 以旋转作为主要攻击手段 每次挥舞都能引发葡萄汹涌 被卷入其中的敌人 只有压碎斩断的下场 这一切一切如自波海燕如出一策 这就是亚罗尼洛的能力 食虚吞食死后的虚 然后把对方的能力和敌压化为己用 还能同时展现所有被吞食的虚的能力 当年梅塔斯塔西亚 在和海燕的战斗中 两者融合在了一起 在自波海燕事后 风节的灵体回到了虚圈 结果被亚罗尼洛给吞食了 因此亚罗尼洛能够使用自波海燕的所有招式 拥有他所有的记忆 亚罗尼洛的解放状态 俗世不美观 上半身依旧保持着海燕的样子 下半身化身巨大的恐怖章鱼 是亚罗尼洛吞食掉的 沙罗多个虚的力量 融合在了一起诞生出来的 就等于是一只数量超过三万的虚大军 听起来应该是很厉害的形态 结果还没看他怎么发挥呢 就突然被努奇亚干掉了 只想感叹一句 败蓄了那么多能量了 伊尔福特大家还记得吧 格利姆乔的重属官 他的弟弟就是序号巴的使人 沙尔阿波罗 平心而论 沙尔阿波罗战得还是挺帅的 眼镜就是他的破面 粉色头发 和蓝染五六分相似的面容 他是虚圈最棒的研究人员 同时也负责开发各种灵性武器 这熟悉的人设 和我们的列队长装得结结实实啊 不过沙尔阿波罗这个人相当自负 他觉得自己可以玩弄生命于古早之中 为了研究完美生命 拥有收台告知的力量 把自己移分为二 格格伊尔福特就是这么来的 其实就是他的半生 不过在他眼里 就是一个搬运灵虫的巷子 分化之后原本是 No.0的使人 沙尔阿波罗 实力受到了影响 退化成了亚丘卡斯 不过他也终于找到了 首台告知 再次成为使人 所以对于聂简利 他是不怎么放在眼里的 当然我们知道他这种蔑视 后来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果然科学家之间 更变态的那个才会赢 沙尔阿波罗很注重情报数据的收集 他享受那种毛虚老鼠的快感 在念刺遇到他之前 他就已经收集全了念刺的万解的群爆 因此特意设置了 封印念刺万解的机关 蛇尾丸在碰到他之前 就自动爆裂了 念刺所有的攻击 都在沙尔阿波罗的预料之中 面对只能使解的念刺猛烈攻击 他甚至都没怎么挪动过位置 就给一一化解了 实力上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他的穷属观都是被他改造过 然后让然然进行破灭化的时候 他们的特别之处就是 对于沙尔阿波罗来说 他们就是恢复药物 受伤时只要吃了他们 就能治愈身上的伤 石田与罗和念刺的配合 用出了好像很厉害的破蟒症 虽说的确对沙尔阿波罗造成一定的伤害 但是当他吃下一个重属观后 立刻满血复活了 和这两个人摆着疼了 沙尔阿波罗的规刃形态 是需要吞剑的 这下剑后他的身体会迅速膨胀 下半身先是出现无数的触手 然后触续凝结消失 重新变回脚 以后多出四肢带有触续的翅膀 他的翅膀可以任意伸长 把敌人包裹进去 然后触续里会出现一个 和被复制者一样的布偶 通过他就可以支配被复制者的五感 那真的是任人容忍啊 他可以从背后喷出黑色液体 只要站上一点 就能复制出一个一模一样的复制品 也不算完全一样 毕竟沙尔阿波罗会按照自己的美学 进行修改的 复制品拥有被复制者的所有能力 模仿被复制者的动作 虽然威力比不过正版 但胜在数量多 越达到分裂的就越多 我们早前提到的手抬高枝 就是他的归论后最特别的能力 将出手插入被困折的肚脐后 可以在对方体内产染 吸收对方的磷子 进行磷子再构造 然后从对手体内产生出全新的身体 最适合用来保命的大招 让死亡成为生命循环的一部分 也就是完美生命 通过这个能力完全能做到无限重生 佐玛丽露露 是十人终于有最快响转的 她能够在响转之后加上几小步 吸成残影制造分身 最多是能制造五个分身 佐玛丽看起来算是来自印度的货面 对蓝蓝推崇之质 身材高达健壮 她脖子上的项链 脑袋上那排尖钉 包括耳朵上的耳钉 都是她的面具 她进入贵人形态的步骤 看得我颈椎有些不适 脑袋跟那般领成回形针的剑 同步扭曲 让人好想给她一巴掌 佐玛丽解放后 下半身变成红色南瓜状 而且还一直漂浮着 身上出现了五十只黄色的眼睛 密集恐惧症者劝退 这些眼睛 每只可以对一些东西进行支配 被支配的部位 会显现出太阳状的黑色花纹 按照佐玛丽的意愿行动 如果被眼睛淋湿的部位是脑袋的话 就可以支配对方整个人 这个能力被佐玛丽称为爱 佐玛丽下半身的南瓜 拥有超强的防御力 在遇到危险时 可以把上半身缩进去 抵御外部的攻击 连白载的前本因几年 都没能击穿她 一头蓝色短发的葛丽姆桥 也是比较让人印象深刻的十人 身上总是充斥着一股野性 性格冲动豪旺 战斗狂合分子 但是她对于那些弱小的对手 没什么兴趣 她喜欢挑战有实力的对手 喜欢上方在平等的条件下 全力去战斗 一虎曾经砍上过葛丽姆桥 但她心里是很不服的 自己的实力明明更强 也因此一虎成了她眼中的猎物 在发现一虎被沃尔齐奥拉干掉后 为了能亲手教训一虎 和她全力一战 她居然带着自己去救一虎 甚至不适合沃尔齐奥拉大打出手 用法魔之飞把沃尔齐奥拉 灌在了一空间 格里姆桥也算是个资人图报的人 对恩情计算得很清楚 因为经商之机曾帮她吃好了手臂 所以在自己遭遇虚圈霸凌事件时 她挺身而出 狠狠教训了那两个欺负知己的人 还清人群后 她立刻变脸 下次自己去帮自己救一虎 一时间都很难跟上她的思路啊 格里姆桥实力很强 她的虚传释放频率是十人中最高的 跟普通攻击一样信手连来 从手心发射出来的 红色的是普通版本 蓝色是王虚传 威力比普通虚传强好几倍 医护虚传后才接下了她的王虚传 在逼出医护的虚传后 格里姆桥也进入了规刃形态 速度和力量大幅提升 和虚传医护的较量 近几公里外的人 都能感受到那种压迫感 解放后的格里姆桥头发变长 面具成了护额 耳朵变成了兽额 身后还有一条尾巴 全身被白色的铠甲包裹 四肢变成了黑色的利爪 成为她最锋利的武器 暴王之爪 双爪抓出了蓝色光痕 可以轻易切碎敌人 肘部能够同时发射出 五枚绿色的暗器 攻击敌人 威力之大能毁掉一个 那个巨型柱子 但还可以发出 分有灵压的巨大咆哮声 不仅威力巨大 还能卷起一股大范围灵压气流 对附近的敌人产生冲击 No.5的时任诺伊特拉 遇起格里姆桥 她还是个十足的狂战士 渴望遇到强者 从而使自己变强 最好是能使在真正的强者手中 听起来很man的样子 但实际操作中 她是属于那种没有什么下限的 不管对手是什么状态 满血也好 残血也罢 她不在意这种细节 只要被她遇上 就不会手下留情 不愿称她为简弱王 差点让一虎咀咀 而且战斗中 她也喜欢用一些悲虐的手段 不管是偷袭还是绑架人质 只要她能取胜 她可以无所不用其敌 都说相由心生 长得就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 长发中分 左眼戴着眼罩 眼罩下就是她的虚洞 舌头上硬坑着序列号五物 连虚伞都能从舌尖释放打 舌尖上的虚伞 她的斩破刀是一把 带有两片心愿撞刀片的巨型大镰刀 刀刃看起来像不完整的树枕吧 莫为还有长链子可以缠在遥布 方便投资出去远距离攻击 是所有时任中最没有好感的家伙 但我听见这家伙说自己是最强的 世界上没有人能伤害到她的身体时 我就觉得她一定会被吊打 美好感归美好感 她确实是有实力的 后面的身体是由刀剑都穿不透的盔角般的皮肤 所包覆着的 被称为钢皮 诺伊特拉就是永远十人中最坚硬的钢皮 茶度恶魔的作弊全力一击 她依然不痛不痒 她还拥有一个很特别的能力 手指通过地面之类的媒介 可以查看到对手的灵压和实力 诺伊特拉解放后的形态 脑袋上像是插了一把月牙壮的刀刃 虚洞被牙齿圆照面具覆盖 手臂变成了六只 每只手里面都拿着一把 巨大的带刀钩的粘刀 不管防御还是攻击 能兼顾到更多面 更密不透风 战斗力比正常状态有了很大的提升 而且还拥有了超速再生的能力 归日前不管多严重的伤势 都能迅速复原 甚至即使被砍掉了一只手臂 也能让它再生 只不过一般它只会展示出四只手臂 非常久能杀对手个出其不易 事实证明确实很有效果 一般来说成为破灭的虚 都需要通过泵域进行转身 但沃尔奇欧拉是自行破灭的 是最高级大虚瓦斯托德的破灭话题 对于它我们已经相当熟悉了 外表冷酷个性沉着冷静 少有情绪波动 做半边脑袋上的戴脚头盔 就是它的面具 肤色白得吓人 跟长期营养不良似的 眼睛下方更有一条蓝色纹路 就像泪痕 配上那双空洞无神的眼睛 沃偷偷一个忧郁厌世青年 在普通状态下 医护虚话叫万劫的月牙天冲 他徒手就能挡下 电斩的十姐攻击 他也能顺手弹开 感觉都没花多少力气 就给医护完成了第一次开斗 怎么看感觉是在虐差啊 医护在他面前不管怎么用尽全力 都是徒劳挣扎 白费力气 差距大的令人绝望 沃尔奇欧拉只有一根手指 就能发动虚散 威力注意击破医护的破灭 格利姆乔也曾受过他的虚散攻击 差点飞了一条胳膊 无论是攻击力速度防御力 还是灵压 他都是十人中的佼佼者 沃尔奇欧拉的实力一直都很有争议 大家不便认为是这个排名 实在委屈他了 其他十人归刃形态只有一个 而他就可以进行二段归刃啊 这是连男人都未曾见过的形态 也难怪 到底是十人中最先被构想出来的角色 总得有些特别的地方 小巫在进行一段归刃时 会有黑色灵压语从天而降 解放后的小巫背后 会伸出一对巨大的蝙蝠翅膀 带着有双脚的头盔 双手指变长 黑色的指甲覆盖了手指 速度防御力和攻击力 都获得了大幅提升 能够用灵子灵具出长枪当武器 实力还是稳稳地压在异护上面 不要忘了这时的异护实力 已经比之前提升了很多 是打完格利姆乔的异护 可他的月牙天中 依旧对龟刃的小巫无效 二段龟刃被小巫称作为 真正绝望的姿态 凌压恐怖到已经让人觉得 好像是大海鸭在了天空上 进入解放第二阶段的小巫 形态与之前大不相同 上半身衣服消失 双臂和下半身都被黑色羽毛覆盖 头上的脚变得又长又尖 手脚都变成了锋利的爪子 身后还有一条可以自由操控的尾巴 强而有力末端像刀刃一样 能当武器使用 这个形态下的小巫的实力 在一段龟刃的基础上 又有了一次提升 速度快到医护才刚摆好防御姿势 他就已经把手放到了医护脑袋上 这就是传说中的摸头沙吧 石田一只手刚掏出滑波灵魂之物 就看到左手手臂居然在小巫手里 比石田的反射弧还快 他的雷霆之枪 比看开始出自烂招的灵子长枪 威力要大好几十倍 连他自己都不太好控制 溜出去的效果感觉像是核弹爆炸 再用处虚散威力也不同以往啦 套近距离的石油直接在医护胸口开出了个洞 但这人是医护啊 直接把他开出了牛头人形态 超速再生是小巫最厉害的能力 只有他可以超速再生 除大脑和脏器以外的所有身体部位 所以不管是手段啦 还是眼眉啦 都能在瞬间修复 我就说No.3这个位置 是固定女性成员吗 在尼路之后上位的 蒂亚赫丽贝尔 也同样是个女孩子 进发毕业 健康的褐色皮肤 巨大的面具 从眼镜下面一直覆盖到了前胸 为人比较沉默寡言 形势谨慎认真对身边的人很关心 特别是他的那三位重属关 在他心里就像姐妹一样重要 赫丽贝尔的斩破刀防脚后 是一把中间镂空的宽刃短刀 刀柄末端有三枚小圈环 攻击低的是他会先把刀内注满灵压 然后直接刺出 灵力就会像离塘的炮弹 告诉击中目标 也可以把灵力缠绕在刀刃上 进行近距离强力攻击 包括他的虚散也是通过黄角后释放的 在刀刃上凝聚出虚散后 再挥出大面积的扇形黄色虚散 卷放后的赫丽贝尔 脸上的面具消失 变成了比基尼超短裙 四肢都有白色盔甲包裹 斩破刀也出现了变化 变成了杀杀一纹巨线 攻击速度威力和射程 都得到了飞跃性的提升 也拥有了全新技能 可以自由操纵水 控制大量水流形成步步 然后砸向敌人 攻击范围广 冲击力惊人 但凡小白反应慢点 被卷入其中18回 是脱不了身的 又或者可以把剑虫生产生的水 凝结成子弹 进行高密度的远程射击 虽然范围小了 但精准度提升了 面对小白冰龙的攻击 赫丽贝尔的巨剑 甚至能产生融化冰的水增气 让冰瞬间变成水 看他和小白的对决 感觉从此干旱地区的人民 不用发愁了 No.2的拜勒纲 原本是统治续圈的续圈之王 直到懒懒出现打破了这美好的一切 心里别提多委屈啦 奈何记不如人 只能脸上笑嘻嘻 心里XYC 也是一位曾经做过至高无上的王 所以难免带着股傲气 看起来都是不屑一顾的样子 慌望知道还一老卖老 从外表来看的话 拜勒纲应该是十人钟 年纪最大的纳尾 白发长长满眼皱纹 但配上那魁梧剑硕的身材 让人无法把他和老麦联系在一起 特别是眼上和身前的那两刀吧 还为他增加了几分霸气的感觉 他的面具呢 就是脑袋上那像皇冠一样的头骨 虽然王冠已掉 但拜勒纲的实力还是摆在那的 力量强不说 速度还很快 他使用的斩破刀 是一把双刃巨斧 中间镶嵌了一块圆形的红色宝石 拥有超强的破坏力 随手一斧子劈下去 一钟楼就一分为二啦 其实相比老爷子的能力 这个算不上什么 他能自由控制身体适中 以及所接触物体的时间和衰老程度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睡风 每次在快要攻击到他的时候 动作就会急速变缓 在他有意识的触碰下 哨意接触就能让睡风的骨骼瞬间老化 完全杜绝了近身作战的可能 要是员工呢 任何接近他的事物 也是同样被腐化的下场 根本无从下手 老爷子归得后的形态 还是很帅的啊 骷髅的形象 头戴王冠身穿紫色搭衣 这是魔服上之尊跑奏偏长的吗 就连斩破刀也换了形态 猎王之斧 头体都是黑色 最顶端是一颗小小的白色骷髅头 刀人变得更尖 给他戴上了兔号镜大项链 这样就可以利用锁链 用附着死亡气息的斧子 进行远距离攻击 归人后的拜勒钢 能力变得更强啦 只是多了下脚而已 屋顶瞬间就老化 当他出了一个大斗 拜勒钢释放出的死亡气息 能够让任何接触到的东西 都孵化殆尽 碎风的指尖钢沾到了一点 就立刻露出了白骨 而且它会不断蔓延 如果不及时截肢 可能不出三分钟碎风就没啦 是那差点没啦 因为这个死亡气息 歹毒到连骨头都能腐蚀 一点炸都不剩 碎风本想用雀风雷弓边 威力巨大的倒弹 解决拜勒钢 没想到他的死亡气息 连这个都消化掉 别说倒弹啦 鬼道也分不出他的 最后要不是有招田博玄想出办法 把带有死亡气息的右手 送进了拜勒钢体内 可能占了无解啦 所以很多人都认为 拜勒钢是被剧情杀啦 科亚太史塔克 是No.1的死刃 也是没通过邦遇就自行破灭啦 是所有死刃中最像人类的一个 因为他脸上很干净 只要遮住波及山 那个好像下额骨的项链 还有胸口的虚洞 他的虚伤就是从虚洞发射出来的 只要穿件高领的衣服 看起来就和一个普通的大叔没什么区别 应该说像极了一个 饱受社会毒打的社畜 整天一副懒懒伤伤的样子 喜欢睡懒觉 讨厌麻烦 对外界的事物都漠不关心 算是十人中脾气性情最好的一位啦 不喜欢战斗 出手分享尽全力 要多敷衍就有多敷衍 就像上班滑水摸鱼的我们 看他和静乐的打斗 要不是手上拿着刀 我还以为公元两个大爷在跳舞呢 史塔克的实力很强 强到什么程度呢 最早的时候 实力弱小的时候 一接近他就会自动去世 只能感叹一句 无敌是多么寂寞啊 别看他这么强 他可是十人中少有的 依靠头脑战斗的内型 他观察能力强又善于分析 和浮足的对决 只用三个回合 就弄明白了浮足双鱼里的能力 他的贵刃方式也和其他人不一样 他的从属官利利利利特 和他是灵魂共同体 所以进行归刃时 必须得和利利利利特合体才行 解放后的史塔克面貌变化不大 这次面具变成了左眼的眼罩 身上换了件雕容大衣 身后戴着枪弹夹 看起来很像猎人的打扮 双手拿着利利利利利特和他的斩破刀 幻化的火枪 我觉得他是所有十人中 归刃心态最帅的 虽说利利利利利特这双枪好像不太靠服 但威力没得说 史塔克能用他无限发射虚散 该怎么形容这壮观的情景呢 像不像冒蓝火的加特林 除了无限装弹的虚散 他还可以从枪弹甲 造坏出蓝色的领刀 做兵器进行进展攻击 可以进行灵魂分裂 把自己的灵魂分成很多碎片 每一片都能变成一只 燃烧着蓝色火焰的狼 他们既是史塔克 也是利利利利特 或者说每一只狼都是一个虚散 套中他们进行远程攻击 一旦咬住敌人后 就会释放爆炸 对敌人造成伤害 只是当狼群全部消耗光以后 利利利特也会消失 史塔克又要回到 忍受孤独的状态了 如果他是个弱者就好了 试刃之中 每人都有象征各自的死亡形式 这些是导致人类死亡的十种因素 也代表试刃本身思想和存在意义 各是各个试刃的力量来源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啦 影片到最后 不要忘记订阅分享点赞 让演说法知道 我是有在工作的 我是孟小佳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